恶劣 大学光学老总习兄欧伟楼 还反告被害女遭法官打脸判刑定验 对女性身险助手还死不认错 堂堂大学光学科技公司总经理卢正宏 现在被法院认证了 事情发生在前年3月 卢正宏参加合作诊所举办的春酒 饭后大家到KTV续团 没想到他趁所有人专心唱歌之际 偷抓身旁诊所女职员的左胸 女职员吓得大哭 被同事代理后气宿 他怎么能这样 接着报警提告 但卢正宏哪会承认 厚着脸皮变称 当天女职员喝麻了 是乌龙一场 不过诊所其他女同事也跳出来 说自己那天也被卢正宏摸凶 并且看到另外两人被他习凶跟习臀 一审依照同事证词 跟KTV走道监视画面等证据 认定卢正宏确实习凶 而且犯后不知反省 还反告被害人公然侮辱 恐吓 妨害自由等罪 让被害人遭受二度伤害 依性骚扰防治法 判卢正宏四个月徒刑 得一颗罚金十二万 现在高院也驳回他的上述订阅 动新闻 难道是马云族的死亡之末发威了吗 报道